给你们看看 我妈种的花陆续全开了 各种各样颜色的 挺好看啊 从来都没有想到会有这么一天 我们实现了草莓自由 但是这玩意清理起来是真费劲的 这个是我爸跟我妈还有小李子 他们今天一大早上地里边是摘的 摘了三四桶 我们俩已经熟识了两桶了 洗完割口袋 然后放冰箱冻上了 这还有两桶的 朋友们真的 就这玩意你摘的时候可轻松了 但是你拿回来之后 真的你小心翼翼的去收拾它 刚才我朋友来看见了 他说呢 这一瞅就自己家种的 咱们吃那种大的 很多打那个彭达酥 彭达酥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我老家种草莓就特别多 因为我们孩子多嘛 都是给我们吃 草莓熟的时候 我们还没有放暑假 然后我老公我姥爷 就会把它们摘下来 清洗干净 放到口袋里 然后再放冰箱里冻上 对 所以我们回去的时候 拿出来再吃 拌着白糖 那可老甜了 老有草莓味呢 这总共是三桶吧 有一桶是我爸宅的 我俩在挑的过程中 就有可多烂的 扔到这里 我爸是啥呢 不管烂没烂到过 我妈是挑的 他俩干活就是不一样 最近我跟我姐的评论区可热门了 就是关于我姐姐大金螺子的事 我那个评论区里边已经装不下了 上上门的比较确 首先我先认错 就是买的大金螺的时候 那天是我欠登记拍的这个视频 但是当时我就觉得 哎呀挺好玩的 挺有意义的 记录一下买的大金螺子 但没从小到 我姐当时那个心情不太糟糙 然后这个视频发出之后 就是各种材质 各种留言匯语 什么大成人的 有小三儿了 大成人的 大成人给爸妈偷着买东西 偷着花钱了 心生气了 还蛮就烂买气糟的可多了 也有说我的 那个大小姐脾气 多于气 然后又说我那个好日子不过 尽事的 只要是我那个评论区 有个人可执着了 连续说后一天了 就说是大成人给自己家里人 花钱了 被虚枫抓到了 所以才闹 根本就不是那么 这这表言真是脏子 我都反过你好有次 你害死 带节奏都有人相信你 其实我在直播的时候 也有很多朋友问我 我都已经解释过了 没有啥大事 就是我们两个夫妻之间半个嘴 你知道吗 黄豆粒那么大点 是 然后呢 就是我没讨赢 加上那几天天气也不好 然后呢 自己心情也不好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是啥呢 就是因为之前的时候 他就说过 想给我买这个金锅 我特别喜欢 正好那天也巧了 下来了两万块钱 他就直接行事没行事 就去给我买 然后呢 这样回来哄哄我 所以他拿出来的时候 其实我是啥心态呢 我 我挺心疼 都想让他退回去 所以我说不要不要的 我觉得这个两万多块钱 不得劲 家都花了 家都花了 你知道吗 就觉得家里面开销啥的 能用好久呢 完了后来也是心心想开了 加上他跟小李子 就特别动 你知道吗 哎呀 当时有很多都没拍下来 他老好玩了 不是 主要是我 我不知道我姐跟我姐夫 当时是冒别扭了 你知道吧 他们都不知道 所以我俩就在那拿起来 就拍视频 在那闹上了 后来才知道 但是当值得 就黄豆粒那么大点事的时候 我跟小李俩俩都无奈了 也不是说 就是我姐多无敌取闹 也不是说我姐夫做的有多错 就是夫妻之间 大家 嗯对 很正常的事 像我跟小李子不也办的 关键他也不给买 你咋会说你不喜欢 对 我可不喜欢那些东西 我比较喜欢钱 我觉得这个跟钱也差不过 所以后来我想开我就带 然后大家也不用再猜错了 什么粗鬼 小三的 我就那个 给父母花钱 很多人都说 我比较单纯 一直都是大成真 拿捏我 然后呢 他比较聪明 没有 真的没有 我们两个你要说 细算起来 从认识当中在18年了 这18年的感情 真要是说那样事的 我不至于这么傻 然后还有就是 之前的时候 我确实也拍过视频 跟婆婆家会闹一些别扭啥 确实是 讲 对 确实有这样的事 然后呢 我们两个也心情情 做一些好好谈了 你知道吗 那我爸来了 来拿草莓了 对 你妈说冬上 冬留冬天给你们吃 行 咱俩也跟我说 你看我爸这一来一下 给我打乱了 我说闹到哪来的 就闹到有评论区说了 是不是因为大成都 跟我婆家买东西 或者是托妈给钱了 然后我生气的 这个没有 以前确实是 大家在视频里面也看到了 我们闹的确实是有点僵 其实吧 也没多大的事 就是当时一时之气 这又来个人 我姐夫又来了 完了怎么光打乱呢 这是不要我 承听不了了 这是不要我解释了 就是说其实没有什么事 对不对 大家都好好的 而且大家这几年也能看到 我姐他们一直过挺幸福的 我们也过得挺幸福的 其实有些事 把它都各退一步 都挺好的 本身也没多大点事 是不是 反正再多的话 以后我就说一百九 就大家最近年初 十年 我们真的就都挺好 没有那么多事 然后呢 反正过日子是两个人家 所以说都有错的话 搁退一步 你这玩意 炒赢了不就完了 分了吗 是不是啊 他没炒赢我赢了 对吧 完了还有就是给父母花钱 这些事 那该花的肯定都得还 做儿女的是不是 不可能因为这些事 所以就 那个很执着的朋友 别让评论区评论去了 没有的事 你都带动多少人了 你三弄人的你 其实有很多根坊 你能懂 我就不得不从来解释解释 嗯啊 别赖我了 当时拍摄 给您说 不考虑一下 那你说 是吧 没有 那赖啥呢 没想到喜悦吗 没想到这大金床 没想到你没喜悦 当时哭了 其实当时多半也是 因为感动哭的 哈哈哈 哈哈哈 我直播的时候 今天我朋友说了 你就打吵架 你教训我 正好我相同一款戒子 你就试着跟他吵架 你找事 反正就是 或者是你们如果说 有一些什么事呢 你们两个观点不同 你跟他讲一讲 嗯 反正你就故意说 输你就胡 你试试 哈哈哈 不行 你就让老公给你做顿饭 嗯 然后你就说这菜不好吃 他说好吃 你就说不好吃 然后你就哭 其实就这么大点事 哈哈哈 哈哈哈 行了 哈哈哈